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来你真正要利益众生也是在这个上面 让他真正见到什么 见到根本心体的正量 那就是什么 那这才叫做在度众 所以度众就是拿心中的根本正量 然后还众生一切本来正量 这也就是我们常讲叫做开佛之间 开佛的之间 这才叫度视之道 视就是什么 视就是大觉心体入视的种种交替 那交替是什么交替 交替虽然讲起来叫做随缘交替 但是缘是随缘 但是在这里面所有的缘辩是什么 缘辩是信德 完全缘辩是信德 就像那天找到十二缘 因缘也是一样 但缘辩其实都是信德 在这个信德上面才能够起成种种的作用 在行在事 那个不是自信之中 它本来的作用 本来的作为 虽然名字叫行 叫事 它是根本的信德之中的大号 这大号就是它的大名 它的根本的姓名 信中的名字 信中的名字 但是用到世间 却是在那名字堕在名相之中 所以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随众生才随其流转 虽然是随其流转 随这些名相 随过去这些意识妄想分别的名相流转 但是现前的妄想分别的名相 哪个不是你心体之中根本的姓名 信中的姓名 那根本就是大名 所以这个中间的所有的一切世间的交替 那叫做度世 你过去看到的事实 是众生的随有一切夜感之中的烦恼中的负累 那叫做事 相当你看到事实 那全然都是什么 都是心性之中 他必定能够随缘所成就的 所有一起交替的庄严 所以那叫重重重重 无尽无尽 如宝似亡 所以他能够感觉到 他就是什么 那叫做华岩世界 华藏海 华岩藏海 他能够启船一切世界 所以一切世界就是大觉形体 错综 交错 这样的不断的呈现 那一切信德在这边不断光光相照 光光相灵 那古脉一样 像古落脉络一样向外扑术 没有这样多的信中 没有如实说的信德 那一切万法不能成就 所以万法它不是一德一信一法 它能够成就的 它的缘和一切信一切法 才能够成就一法 它能成就一法 那能够成就一法 一法成就 就是成就万法 那就是成就万法 所以那个时候 你才能够清清楚楚 度世之道 那叫成地度世之道 你能在这个地方 想明白度世之道 那你当然知道 法藏菩萨发的那个度众生的缘 你当然知道 他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佛国净土 那一个佛国净土 就没有离开什么 没有离开地住度世之道 因为讲到大觉心体上 大觉心体上 它毕竟就是什么 就是能够大觉 人家就能够骗觉 叫大觉 就如《内言经》中所讲的 觉性必觉 它一定避免 既然称觉 它一定必觉 这样找到它佛体上 它就必定能够大显 所有一切的至光 至德 所有一切的悲悦 就能显 但是在显出我们忘分为二 那是凡夫 因为忘分为二故 所以从此以后背离心体 但将来真的如是佛国 就在这如是大觉领域上 它一定什么 它一定还能够大开什么圆解 它一定能够大开所有的一切智慧的作用 就好像你照到禁体时 禁体它一定什么 随时照色 可当你知道禁体随时照色当下 你还认为时有如是色 真的有如是照吗 你心中不会认为说 真有如是色 我所谓的真有如是色 是你在禁体之外别立一个色 那叫真有如是色 你是明明知道禁体现色 色就是全然禁体 你可以能够你清楚了然 知道它一定能现色 但是在色之中 你不会忘立时有 就是这个时有就是分开 别立有色 别立就叫别注 就叫分别 分开别注 就是众生的过去的流转的业力 所以那当然才知道 法藏菩萨讲的设我得佛 设我得佛 就是在心里面真正如是见射时 照见如是大觉心体 那一念心体的佛国进度 它一定能什么 能设一切众生 过去在众生的业感的明相之中 那都是六道中的沉沦 那都是六道中的 所谓一切业缘的假想明相 讲了你看到这一念大觉心体时 那过去在一些六道的假想明相 或者约人天 或者叫众生 或者叫菩萨 或者叫身文 或者叫圆觉 或者叫种种罪苦 当然佛国进度 阿弥陀佛进度没看到罪苦 但他一定能够拔击人天 叫一切众生 因为他不在罪苦上说 你看到这一念心的时候 就像昨天讲 他已经在正念上面 正念上他就不往下度 他根本不度 那个不度就是度众生 他绝对不度 你那一念心中看到那个觉体 他绝对不度 那已经什么恶业 亦然度 亦度恶业 那绝对不多 那在现前的所有的一切 名相之中都是什么 现前比如在人 在天 在神文 在圆觉 在众生 在什么菩萨 这一些名相都变成什么 都变成大觉心体 毕竟能够应试着所有的一切的功德的流露 所以那叫度视之道 那功德流露 你能站在绝体看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信德之中 它本来如是 它就具足如是 种种名 它具足如是 种种名 就好像你站在经体上 看一切尽性的作用 它具足什么叫尽照 什么叫尽色 具足如是种种名 你难道不知道这些种种名吗 当然知道 在色文 譬如说它就叫做众生 在照文 譬如说它就叫做圣道 三圣之中的叫身文 圆觉菩萨 但它就具足种种名 在色中讲到天人或人天 或者叫一切众生 它具不具足这一切名 当然具足 所以法藏菩萨 它讲的设我得佛 就是照见这一念心时 它当然能够什么 能够圆设一切众生 所以它你才能够知道 法藏菩萨的发的愿 你才能够设一切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